- 投资Hotspot的Alex, 现在我们10月国庆节, 录影时是10月6日 刚刚国庆的假期还未过完, 国内还未开市 今天正义特首又有施政报告, 好像股市香港都没什么反应 已经跌到23,000-24,000 历史上的股灾, 多数10月 10月股灾, 怎么办 问题就是, 好像你所说, 未真是很股灾的崩盘 人家碰着24,000, 但滴汗, 何时回家家乡 所以风高浪急是肯定的, 况且波幅大了就不是小了 这个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 早两个星期, 访问Will有内房债的问题 果然已越连, 现在不止第一只, 还有一只 要留意专家说话, 已经透露了你摸不摸得到的另一件事 真的低传便是低, 有风险提示 听到有什么市场消息, 大家留意的 宏观来说, 内房现在连环爆炸, 所以不是我听到的 大家也猜到的, 甚至花样年十几亿 忽然之间又说到期未占储 所以变成国内就说了, 会稳住国内的盘 银行就不会有事 现在是境外美元债, 不知道谁维持秩序 所以如果真的爆炸, 这可能是股灾的 这个大家都猜到的 那美国又说, 债务上限, 联储局又要加息 几年都来一次, 几年都来一次 说收水说了很久, 真的, 很多国民说了很久 是否有条件才是另一件事 现在国会在拗掃, 就是什么家伙法债上限 印银纸, 其实不是任由你印银 政府都有限度, 立法机构有机会不让你印银纸 现在在拗这件事 会不会大家做一场戏, 然后又再有事 很够玩家, 因为大家经常说 外行看热闹, 在门路什么家伙 其实经常说债务, 不是一条数这么简单 在数里面有细节 现在在拗什么家伙, 就是我给你发债之余 到底你的钱去哪里 社会福利, 还是使用国防, 还是基建 有分配, 所以现在说不定数 就是分配说不定数 就不是说不让你发债 所以现在要保持才行 应该一定过 不过过条件是什么 大家要小心点 我们这些朋友看到 拿着腾讯, 阿里巴巴 大家都大幅收税 上两季的明升, 现在就再升 天同地, 怎么办呢 的确认很多投资者 都是有些坐困仇盛的感觉 我们这个频道大部份 基本上都喝得差不多 资产 因为有钱人的烦恼 你拿着一楼, 拿着股票 怎么办呢 所以先前的其他专家 都会提供一些角度 其他的投资工具 例如债券, 可否有东西想 或者其他的ETF 可否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可以让投资者去选择 不只是拿着股票 或者资产 今个星期有什么好介绍呢 就不是我了 反而有专家 天窗的平台又有新输出 这个更重要的 李默和梁宽得出的 这叫全天候奇权 不加火 奇权这些衍生工具 大家都听得多 问题是操作的 理论上也不少 不过 真的明白 反而这个重要 那位作者 甚有来头 很重要 大家羡慕都来不及 人家2004年 一早已开始玩奇权 数啊数啊 十多二十年 而且成绩很好 他说自己交学费而已 那问题大家都知道 他一早退休 财富自有 令人羡慕 问题的确是 过去十多二十年 风高浪急 大浪都试过了 是不是个个都有 所谓学习机会 去用其他工具 去管理自己的财富 反而这个 心得分享是重要的 我觉得投资者 学无子经 只有学会存货 就是买股票 是最基本的 是吧 学习多一件事 当然是防身也好 是 没错 事不宜迟 请去影片吧 喂 Alex 这里到我们 知枯减宝的重头戏 没错 今天邀请到一个 神秘嘉宾 嗯 没错 笔名就是梁欢德 他和他的好朋友李默 出了一本 叫全天后奇权圣诀 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找些奇权专家来 这位专家神奇在2004年 已经开始入场炒这个 我们经常觉得很高风险 那些衍生工具 很难做的 但是很早就已经赚够退休了 不要这么说 财富管理性非常成功 问题就是刚刚说了 Derek没有说错了 那本书的题目有点透露 风高浪急 你怎么全天后投资 所以变成了我们的嘉宾 基本上就可以分享一下他的经验 怎样用这个奇权作用工具 可以在这个风高浪急市场里 大家慈喻保态 你的笔名也有意思 叫亮欢德 那时候开始 由2008年开始 有些灵感开始去做这件事 还有为什么会写这本书 其实很早年 就在News Group 或者在Forum里面 就认识了 其实那时候 一台人十多人 每个月都会见一面 最最会 聊一下投资 投资好友 他说楼 我说股票 或者说其他 包括黄金 或者是其他衍生工具 都会说的 那时候会想过 不如开个小投资者教育协会 或者如行下班 说一下 就有十几年 他就当然出了很多 出名的基产书 那我们又蠢蠢欲动 不如我们也试一下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你现在这本书 应该一两个礼拜后就出版了 接着也有些活动 还有可能有些过程也好 那回来 大家观众都关心 就是在这个大 大时代的情况 就是黄金 到23000 24000 这些这么危险的工作 更加其权的难度 为何今天我们还会做得到 其实做不做得到呢 普通人 做到的 普通人做到的 所有人都做到的 要搞清楚一件事就是 其权其实只是一个工具 工具来的 其实他所有东西都是基于 underlying 就是股票 即是股票 那 港交所推出的股票期权 他首先来说 一定是流通量充足 还有 他一定是大股 和大的发行商出入 不是大的发行商 这件事也要说 其实很多人都会知道 有些行业的人都会知道 其实你做每一张期权 你的对手是港交所 港交所是作为中间人 他是收取两边的抵押品 和钱 总之他会认识 变成你的对手风险 是小很多 小很多 因为他可以加妈展 他可以call你妈展 那些投行或其他方面 是会擠足够的案件 所以共安全性是很高的 在香港那边 不摆触基本的银两和货 的话 是做不到的产品出来的 不是 这个不是一个产品 对面的那个 是叫做market maker 他们会是擠足钱之后 他们才能够有责任 去做这件事提供 那现在就会 其实都很多人做的 先讲讲数字 7月的时候 其实每一天 每一天 港交所的数字 就是70万张 一天 大家都知道 期指大概都是11、12万张 国企会多些少 这样的情况 8月就六合四万张 9月数字 不好意思 到昨天我去查的时候 仍未有 对 你这么熟悉这个行程 我听说你是做开金融服务 是的 你自己讲一下 你自己的经历是怎样的 其实就是 刚才说到 从2004年开始 会进入市场 一直去玩 这样的事情 最初都是顺风顺水的 因为本身来说 那时候 因为市场的认知不够 所以的IV相对来说 又比较高 那股票又没有那麽多只 没有现在那麽多只 最大的那些 5号 1号 11号 那些 或者是941 或者是中仁10号 那些 每个月做 每个月收钱 那时候很开心 直至2008年 对 直至2008年 直至2008年 幸好 个人的风险面识高一点 当自己顶不住的时候 碗尾桂妈战 就先自己 把污污全部 或者反过来 反手持有 宁愿让其权金出去 对冲回自己的手 刚刚的问题 究竟现在这样的市况 是否足够 这麽大的波幅 是的 因为其权有一件事 你说它复杂又复杂 就是 它有call 有put 除了买之外 你其实可以做个庄家 就是你等于是化能商 不过 搞清楚一件事 如果你做化能商 你就是要honor的权利 而不是去行使权利 就是别人要你行使的时候 麻烦你就拿钱拿货出来 去支持 别人去put你真的去交货 是的 没错 你一定要有实力去接收货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 所以 你本书有介绍 有四个基本招星 就是long shot put call 这些组合 所以你入波幅 其实不一定是操作不到的 你真的要有技术 就像你这样 有足球经验才能操作到这些东西 是 反而反过来 就是说 虽然香港现在每一天有几十万张 但是也有很多老股民 其实香港人很有钱的 差了很多股票 但是他们说 喂 市下跌 但我现在已经是入獄 你叫我现在卖了股票 我真的不肯的 你反过来 就是除了每年春秋二季收息之外 我们还可以沽一些call出去 多多少少收货 就是抓住现货 但是沽call 多多少少收货 那比没有 对不对 都是一个现金流 是 你沽在合约的时候收了钱 是的 没错 但你就要准备还是交货 如果有必要 是 因为你手中有货 那些有货可以交 没错 即是 你就算交货也好 就是 你比今天这个交货 通常都沽 out of the money 起码它升了几个百分比 再加上其原金的少少 那真是交货 就沽回货 收回货 收回货 那些货 市都是上上落落 是的 常常都说 其权就是刀仔鞋大树 用少少的钱去做这件事 但同样的风险亦都成正比 其实你在过程里面 你做了十几年之后 你觉得心态要处理这些衍生工具 你自己的心态 你建议看这个节目的人 应该是怎样 适合去做这件事呢 其实我们出这本书 开头的想法 就是说 我们自己做了十几年 其权 现在天天都还在做 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 你要去搞清楚你在做什么 你去沽 option 其实你是好似保险公司那样 是创造一些现金留给自己 你刀仔鞋大树的话 其实你是借别人的杠杆 去倒一个方向 但是这个东西是有个期的 所以叫做期权 这个东西是那个 是个想法问题 其实我们本书 我会觉得就是说 最重要的就是 我和李默先生 他分享了很多 我们的操作上 心态上 应该是怎样去做的一回事 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同志的提示 除了一个组合之外 你也提醒大家 那个期权 那个到期的时间 不要炒到这么长期的期权 否则你说 你很难管管理的风险 对于新手来说 绝对绝对是的 但是其实就是 每一个投资者 他们的心态 他们的格局 他们想做的事情 是不同的 即是你算是有个定位的问题 是每一个投资者的定位问题 譬如刚才说到 奇缘四息 有一件事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 Long Put 就是听到某某投行 介绍客人 即是你自己的认沽权 做一张ERN 你做一张ERN 我说 咦? 为什么会有一个 腾讯的ERN 有17厘息呢? 你肯定有鬼了 我就拿少少钱出来 刚才说 我买一张很长的 我直接当消费了 我不知道 我觉得有个这样的差事 我买它一年 因为那张ERN一年 我买一年期 就是你的striker 就是你的striker 结果有百多元 如果长程 我可以买本书来看看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 有些人 旗权 里面来说 都可以收到旗权金 其实那些方法里面 其实那些事实里面 通常来说 你觉得 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最适合做些什么 招式会好些呢? 交位实在 或者是更加能够 持形保态 亦都可以能够可攻可守 在这个时候 可攻可守 不敢说 不过就是说 我们书里面其中一张 说到关于宏温分析 宏温分析 宏温分析 现在有几件事 全世界都受过疫情影响 是 就算是默沙东 说有新药出了也好 是 总的来说 都要时间去消化那件事 是 全世界的航运 或者供应链 都不好 ok 过去来说 经济不好 美联储 就一定是 放水 是 所以我们做金融的人 我们就闭上眼 不看那边 我只是看好那边 我就冲那边 预计它一定放水 是的 但今次有件事 比较奇怪 其实美国自己 现在的Open Night Reserve 都比较多 因为它吸引了 欧洲那些负利率 那些钱过来 那它就已经是有条件 做Tapering 就是说 我每个月1200亿美元 我其实不用买那么多 未必 是的 一微调 如果金融市场的 心理影响也好 或者有部分 需要这些钱 来运作的 对冲基金也好 那它会收回 收回 收回 收水了 是的 是的 那变成了 在两样东西 同时发生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就 可以沽召 每个月都沽召 就是沽定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 你不要沽召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波幅会怎样 是的 控制的 总之就是 自己要衡量自己 杠杆可以做到多少倍 或者价格是多少倍 其实做任何衍生工具 都一样 例如赌场 我经常都会说 我又short call 我又short put 其实就好像石龙门 但是龙门 我又抹 我想收小一点 我便将龙门抹 抹到很大 那你说 不是 我很有信心 我有一边 我可以做到好铁 那你就将龙门抹回 就是这样的情况 很多时候 因为这些衍生工具 其实配合 除了你看的方向 其实你本身 是否有些技术分析 或者宏观更加重要 你通常会如何参考 去进行一个操作 买卖 其实十几二十年前 初入行的时候 或者读大学的时候 就很相信 这种东西 很相信 这种东西 就是觉得 是的 但是 自己在市场上 这么久 看到不同的人去操作的时候 会发觉就是 其实你捱不到这么长 即是你就算对股神 对方向 这么会用 你买了那样东西 你试一半 你都可以不用管 只要你觉得它是对 但是作为大部分的投资者 如果再做了衍生 即是说现在我们做这些衍生 其实你受不了 就是受不了 但是这件事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从我个人经历 就是2008年 或者跟欧阶危机 告诉你 你怕死 你就长命一点 你不怕死 哇 爆仓那一刻 所以其实我本书里面 有几次都说了 你的风险控制 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很重要 所以这是一个全天候的方式 还有就是说 我有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 你就算输一百次 真的输完了 那么你起码都赚了玩 还有赚了经验 你可能去到第五十次 你突然开竅 明白了游戏怎么玩 然后你后面那些 就可以赢回一转头 好过你 我死错死错 一张 跟着就爆了错 哈哈哈 好了 我想再问 就是说 你刚才说 你自己刚才参考的时候 你都会参考一些 听新闻 还是要看一些指标 什么ACD 那些东西 才去再做 你是不是会看一些 但我没所谓 我都是又坐货又坐 只不过是一个 附助式的一个方法 给你做这些衍生工具 其实两样都要 但是如果我给观众的意见 就是可能会做 做technical的分析 技术分析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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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走势 看走势 为什么呢 就是你始终做一个underlying 你做的期权 可能是今个月底 结算 或者下个月结算 这两个月 究竟是做些什么 就是我想进攻 还是想做防守 或者意外拿搬 我要去看清楚 那你是去估计它 那样东西 和你要计算自己能够 承受那个风险到哪里 那就 举个例子就是 一年前的1211 还是100元以下 那它上过去又下过来 是 是吧 那如果你说 我是看对 但是那种期权已经到期了 那你就 或者是你 做那边 你说 喂 我估当时100元以下 估150元那样很安全 已经被人夹爆了 是 已经被人夹爆了 所以 这件事我会觉得就是 作为一个股民 不是说一朝一夕的 那 譬如我一个月做20个trade 一年我做成240个trade 嗯 我其实只要有一半的trade 是赚多过我另外去亏的那些 那我就会赚 是的 这是一个数学的问题 即是 其全 我里面 我也会有一章节 是讲到 关于 心牌 或者你自己计划 年计划 月计划 周计划 这个自律很重要 一定的 其实你做这些事情 是的 自律很重要 你不是去赌 而且你不可以忽然之间 改变那个心态 我忽然之间很勇用的 忽然之间很保守 你一变的话 整个策略就不一样了 是的 所以我里面会借了一句 讲的就是 Plan with your trade Trade with your plan 是的 还有就是 你一定要根据你的 plan去做 就是纪律问题 是的 这件事其实很重要 是的 赢输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这件事其实都值得 很值得投资者去考虑 是的 其实奇权 二学难精 就是讲了 好像那四息 转下转下 四个option 就是 有些举例 你实例里面 你觉得是非常满意的处理 如何可以 那些投资者 可以能够去进行 而赚钱 你自己一个举例 给别人看 听一下 书里面我会举了很多例子 其实每次去做都会不同 是 试举一个例子 穿了没有些位置 譬如你 我会讲一个比较保守一点点 是 奇权就是 是不是现在跌市 那只股弱 我们真的就不能够缩折呢 其实不是的 譬如你看看9988 阿里巴巴巴 它是一个平台经济 是 它 自从蚂蚁之后 或者其他政策方面的东西 是 它已经是没有了 那个Niche 可能会爆升 所以我Google 其实是很安全的 但是 其实我是否可以做 速度 可以的 其实 根据过去几个月 甚至过去半年 从顶下来 它每个月 二百多元 现在跌到一百三十多元 是 很多 但它不可能是一日跌百多元 是 差不多 每个月 四十多幅 上上下下 我有一张图 可以给大家看 技术分析 做足复课 是 就是四十元 现在一百三十多元 你减减四十元 就是九十元 是很涵的 就是 那个钱是很涵的 但是 你用一个 contract size 成本出来 实际上 你都是等于 你活期存款的二十多倍收益 我估这八十元的 我就算我估这八十元 如果没有记错 它的静态PE 现在是十六倍 如果由一百三十多元 去到八十元 就是 还要跌多三万一 不止 你想想 八九倍的 阿里巴巴 我都不怕 技术上 没什么可能 这样跌 你就算 理智上 都想象不到 那么低 除非有些 很激烈的 发生了 很突然的 正常 不会跌穿 那个低位 就是 等于 蓝筹股 你说它再差 今天会不会跌到十五元 我相信 都不会 是 因为你有这样的理念 之后 你就进行 所以 刚才回答 你会计算到 你会计算到 就是 我除了沽车之外 我会沽八十八五 九十 这些位置 其实 都不会死 因为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是 港交所开出来的 价格最低 没有六十万那些 六十万那些 也没有用 也没有完成 做不到 教育 因为本身来说 我没有记错 我出来看过之前 今早上还做过七仙一号 七仙一号 都是钱 如是者 你可以看到 可以进行去买卖 通常你的盘 会等多久 那个盘 其实我在书尾 说 如果这类盘 其实通常可以坐到完美 OK 坐到完美 但是其他盘 有时会做些事情 我认为三几日 因为三几日之后 如果他走到那种方向 譬如前段 我沽三百六九零 即是早一个星期 三百七十元的call 其实当时 都是大约二百七 上下而已 那三百七 你说到三十多个声 三十多个声 三十多个声 你三六九零 又说可能要交社保 应该是不到的 那时候过几日钱 现在只剩下 好像一号两两号子 你可以平了他 再开新仓就可以 你扔他在那里 又不行 也可以 但是你扔他在那里 你就记得自己 是有这个position 是在背景的 因为如果他一加 孖展或者市房 有些不知发生什么事 就是never say never never say never 那你可能会 有风险计算 是的 那你可能就是 我都收了85% 90% 你还要我多坐20个家的日 我不如先吃掉 就是会有这样的成果 是 其实做棋子 这些东西 就是不难得 每天都要看着 很留心 亦都很照顾自己的仓位 可以这样说 但是反过来 我亦都想说 就是 全天候的期权 其实风险是由投资者自己的心 自己决定 决定的 你的价格再远一点 就是好像刚才 刚才 99880元那些位 我相信 到的可能性 就是很久才下一次 是 但是 你可能每一天去收市价 或者每半天 每半天去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一看 价格都是移动了2-3元 听上去又好像 又不是说秒秒钟都看着机 不用的 不用的 其实这样对投资不好 是 反而反过来 就是做功课 做planning 做策略 就是说这个 咦 这个真的不错 就是给一些平时很忙的人 但是你也要对投资很有心得的人 最好方便 大约有纪律 就是定了策略 你执行的 就是说 你那个时差价差 你可以自己订的 就是风险都可以自己订的 有没有货去对盘 你可以自己订的 你都决定了这件事 问题就是你决定了之后 你就不要忽然之间三針两意 我很紧张地看看 然后反过来 George说 你很有纪律 一天起爆 一两次 知道那个走势没有改变 也知道自己的看法没有改变 那我就不改了 价格继续去 照计他会自己订的 会自己订的 是的 这个是short的方向 是的 加插的说少少 就是说 例如3690 其实他又没有什么好消息 又没有什么太大坏的消息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说 恒生指数跌到这个位置 或者他跌到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说 其实这个trading range 它是比上个月高了 就是比上个月的trading range 是高了一辆 升了两辆 下下升了两辆 下边的位置是安全 你可以认为下边的位置是安全 但是 如果一进去下边的trading range 那你就可以选择 平仓 搬仓 对冲 或者是做其他事 但是由他上次到你下次真的穿滑下去 有个时差的 那个价格可能已经缩了 所以变了来说就是说 这些要看的 这些要看 但是你说 是不是分分钟 秒秒钟都要看 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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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看到你 通常有人投资 通常看期指 一个指数 或者是过股去做 其实你会倾向 那些股票 是不是指数会好些 以前做过指数 发觉指数是比股票 过股 过股的期权 是难做很多 是吗 譬如如今天 我明明觉得市场是下跌的 但是他就是拿一只汇空 一两只浪发起 是终合来的 浪着 你说好又好 譬如估了指数的put 没得吃 没得吃 但问题就是 整体来说 过去一路的性率 或者我和很多行家 或者朋友谈过 指数是难的 指数反而是难的 指数是终合的 有很多因素 因为个别的因素多 影响的因素多 其实是每个人的习惯 有些人说 不是啊 我不想分析那只股票 我只看了 我只看了指数做人 可以 没有问题 但这本书整体的质重点 就是 是在股票期权方面 因为我们做过之后 我发觉就是 就算自己也是 性率在股票期权里面 较容易做到功课 是的 就是容易 就是它的单一因素 会比较小一点 但是有些人说 不是啊 你 譬如 腾讯突然打游戏 跌了下来 如果我做指数 没那么伤 都是 但是就是 在每一个投资者 自己 never day never 是的 我也建议 因为很多股民 香港的股民 大部分人都是买个货 买股票便宜 买上去 等它升 每个人都是草货多一点 就是 大家 甚少一些人 慢慢去自己去 精益求精 就是学一些衍生工具 是 就算什么方向 什么市的情况 都可以找到机会 而去博利 这个奇缘就是给了这个 因为 这批基金 基金经理 市退后 都不赚钱 他都要赚钱 他都是在用衍生 只是他经常去做 而一个小投资者 就是你们建议一些小投资者 能够学到这个方法 都可以增加收入 就不用那么 好像很发愁 管理会灵没很多 管理会灵没很多 其实是一个防御性的 譬如好像其中四息 去做一些 Long call long put 那些 有时候 我拿着整个手 腾讯 你叫我现在这个位置 卖了它 不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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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新闻出来 就说 不是的 今个月 美国那边的国际上限 就说它可以 又不可以 它不可以 那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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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不可以呢 我便情愿给一些奇缘金 可以不买保险 做人 是的 所以其实 说很多东西 我都会说 就是奇权利是一个工具 是的 你是一个工具 加上香港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金融中心 其实没有几个而已 纽约 伦敦 东京 香港 中国两个 接着你再数一下 就是德国的法拉克福 那就是这么多 但浪动性没有香港那么好 有些很重要 你既然香港近水流台先得月 香港有这么好的城望庙 你都不会投上一支号签 其实是浪费了 其实呢 我们再讲一讲 就是一般的人去学习这个奇缘 需要多久的时间会认知 其实如果一向会买股票 其实是量力而为 可以即刻就开始 即刻就开始 很容易 是的 即刻开始 但是你说要学到精 或者如何那般 其实我们自己都还在学习 因为我们只是会见过 就是金融屋海啸 又见过 这个勾制危机 是的 勾制危机 就是我们是见到这些 是最危险的事情 但是不到那些时候 你是很难拿到那个感觉 知道的风险在哪里 我们经常都说 在市场上当然有大户 基金和你对赌 小投资者 真是很难和他玩 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呢 其权是否我们的胜算是低了 还是不是的呢 其实其权已经是最近八加落的一回事 就是最近八加落 就是最近八加落 比例 是的 我都送抽签的 就是像八加落 埋葬埋限 和了 不用输 继续倒下 就是已经是这样 另外来说 其权在香港最好一件事 你除了可以做渣家 你还可以做孤家 你做孤家 其实和发行商所冒的风险是一样的 嗯 在书里面我亦都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望见的月光 和上海望见的月光 是同一个月光来的 嗯 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市场 是同一个市场 嗯 但是你如何去理解的市场 或者你如何反应的市场 就是你个人的收回 嗯 就变成了没有了那个 说不公平的那样东西 就是你可以沽出去 你可以平仓 最重要就是你有平仓那个 是的 就是可以平仓那一刻 就是你有这个选择去平仓 你说不是的 我出去了之后 我就不能平仓 一定去到月底 那就是风险控制 是的 听到欢德和我们说了之后 我觉得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记住 我们在下面有个连结 可以买 现在新书出版 成为会员还有折头 所以大家没错 谢谢你再次上来 我们再谈一下 我们怎样能够去做 希望你 大家有多工具 谢谢 那时间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见 拜拜